而五月天已经开始在巨蛋开唱了 一直要唱过年 可是大家在想 就大家都这么的热情 他们分配要不超量 真的很难吧 所以就告诉大家说千万不要跳 你就在椅子上用力的摇荧光棒就好 被称为模范生了 但是当天有很多人是以争议座位为由 被工作人员挡在外面非常的气愤 商行音乐是有说法的 说这是为了打击不法黄牛 而且主办单位一开始发现了 有些民众检举是真的 因为有一些加价哄台的不法行为 大家不要随便去买来路不明的票了 而他们的吸金功力的确非常可观 预估说是有上百亿的商机 连旅店航空公司都抢搭便扯 年底包场小巨蛋五月天嗨唱九晚 但碍于阿妹条款禁止跳动 今天呢 大家在很爱的地方哪个不妨呢 大家可以站起来没关系 又必须亏你的荧光吧 没关系 又你的叫没有关系 又你的大声唱没有关系 五月天贴心小叮铃 希望粉丝只唱不跳 但尽管如此热度不减 而回顾一整年 五月天宛如空中飞人唱巡演 从五月香港站 七月台北八月高雄北京之后 新加坡上海马来西亚 十一月还到大陆最后一站长沙 唱完回到台北继续唱跨年 吸金估计破百亿 有饭店业者就看准周边商机 走进饭店只要你拿着五月天的演唱会门票 就有小惊喜 目前只要拿着五月天门票进来的话 我们都有住宿的优惠 瞄准台北厂只要拿演唱会门票 就能依照不同房型折价一到两百元 因为我们同事有蛮多都是舞迷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觉得说 大家在交流上面都聊得蛮开心的 然后于是我们就想说 下半年的演唱会 是不是可以推出这样的优惠 另外明年二月巡演 来到东京舞蹈馆 有航空公司打出门票加机票组合 就是看准五月天高人气 一票篮球搭顺风车捞周边财 TVB的新闻装片人正祥才会报道